网上曾经流传了一张照片 有我,有张艺谋,有江文,有孔丽 我们四个人,我们三个男的都光着把子 然后这个江文 张艺谋也提着光头 那就是1987年在我的老家 拍摄这个红高梁的时候我们的流影 当时我们都还比较年轻 1987年我32岁 江文可能不到30 张艺谋大概是35岁 应该都算是青年人 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想到 这个电影会获得国际大奖 大家也没想到后来 想张艺谋变成了国际级的大导演 也没有想到巩俐在国际影坛上 成了一一夺目的耀眼的明星 虽然没有想到江文 后来自己也当了导演 而且拍出了拥得了广泛的欢迎的好的电影 我想我现在回头来再看这个电影 依然会感觉到我们当初最全年轻人的那样一种创作的激情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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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 李宗盛